人生规划 其实解决的是时间管理表面 但对大多数而言有非常急迫的问题 也就是治标用的 就像大白的胶布一样一贴见效 但什么治本 什么可以让大白免受漏气的风险 答案是钢铁盔甲 而对你而言 这件钢铁盔甲就是人生规划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 人类最美丽的命运 最美妙的运气 就是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同时获得报酬 也就是当你找到这么一个美妙的组合时 你自然就会拥有时间 并且感觉充实幸福和安宁 而不是被迫的挤时间 被迫的提高效率 这个观点在前一集时间投资中也提到过 鼓励大家树立时间投资观念 要尽可能往自己的人生目标中多做投资 从而获得时间的自由 但如何找到并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 并未详细说明 因为涉及的内容很多 所以把它单独放在这集来解答 OK 闲言少叙 我们来认识下这集的女主 露露小姐 看看又有什么新故事发生 露露小姐在一家相当有名望的策划公司上班 是一名高级文案 并且即将提升 她拥有自己的一部新车 而且还准备购买自己的高级公寓 她工作很努力 每周至少要工作60小时 但她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没有自己的时间 也没有幸福感 每天早上挣扎着起床 然后把自己拖到办公室 就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情 与客户或同事开会 然后撰写各种让她厌烦的文案或报告 对她而言 这就是每天的任务 露露小姐 我看你每天都这么忙 难道你没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吗 没仔细想过 不过我从小学开始 就很喜欢摆论花花草草 喜欢研究植物 那不能找一份和植物相关的工作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担心这样的收入会少很多 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但为了这份薪水 又不得不这样 因为不喜欢 所以面对任务时 我一方面很想人托就托 但另一方面 我的性格又不允许自己变成这种懒散的 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矛盾的怪物 麻利的处理各种我不喜欢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 这个麻利在领导看来是能干 所以我的活夜做夜多 夜多夜做 就跟关在笼子里跑滚轮的仓鼠一样 忙得不亦乐乎 但一点都不快乐 但是你马上就要升职了 升职过后好日子不就的了 不可能的 升职后活更多更难 关键都是我不喜欢的活 就是把自己推进一个更大的滚轮继续跑 现在这份工作搞得我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更没什么幸福感可言 振这点钱真心不容易啊 可是又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你说我是不是得这么撑一辈子啊 应该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去问问安保老师看看吧 路路小姐你工作不开心 感觉没有自己的时间 原因是你被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绑架了 你的处境并不少见 也许很多职场人都和你有类似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 而是没有从多角度综合考虑 给自己做个人生规划 仅仅从物质财富的角度做选择 所以才会造成你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心理学家艾米文斯尼斯基认为 人们对待工作有三种态度 任务 事业和使命 如果只是把工作作为一种任务以及赚钱的手段 而不是期待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成长与实现 这样每天去上班是因为必须去 而不是想去 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 很简单 如果你对这份工作你所期盼的除了薪水外 就是节假日 那它对你而言就只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已 把工作作为事业的人除了在意薪水外 还会关心事业的发展 比如升职 从职员到经理再到CXO 从助理编辑到总编辑 从副总统到总统等等 这么区分下你是不是会更清楚些呢 说真的 其实我对升部升迁并不在意 放不下那份工作的原因 只是薪水很诱人 接受升迁不过是因为虚荣和更高的薪水 按老师您的说法 这份工作对我而言 仅仅就是用脑力和体力换回的薪水的任务 所以我才会觉得自己在毫无时间自由和幸福感可言 做我分析的很彻底嘛 另外对于把工作看成是使命的人来说 工作本身就是目标 薪水和升职固然重要 但工作本身是他所热爱的 可以全情投入其中 享受并完成自我实现和成长 这份工作不再是打工 而是你生命的价值所在 他们就是马斯洛所说的幸运儿 典型的像爱因斯坦这类科学家 还有为世界改变而生的乔布兹 以及认为自己只会演戏的梁朝伟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很多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 使命和人融为一体 人即是使命 使命即是人 当你找到自己的使命时 他就会像磁铁一样 把时间都吸过来 所有的时间管理技巧 不再是用来被迫应付任务用的 而是为了争取更多优质的时间 而主动使用 并且你一定会为了自己的使命 不断迭代 更新你的时间管理方法 去形成自己的体系 关键的关键是 即便再忙碌 你的内心都会是安宁 充实和幸福的 但现实是 当我们选择工作时 不管是外人 还是你的理智 都会被劝自己 去找一份漂亮的工作 像什么高级写字楼 高薪 高大上的T楼 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 这些不能作为第一筛选条件 第一筛选条件应该是 你想做什么 什么工作会让你全情投入 能给你快乐和意义 当这个问题有答案后 才接着用得上 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条件 具体怎么操作 我们看解决方案 这个专业工具叫 MPS分析 M代表Meaning 价值 P代表Pleasure 快乐 S代表Strains 优势 解释完感觉还是有点学术 更接地气地说 就是在你寻找工作时 你可以问自己三个关键问题 什么对我有价值 有意义 我喜欢什么 我擅长什么 如果还觉得有点悬 那你就露骨地问自己 什么工作技能挣当地挣钱 而且我还喜欢 并且擅长 够直白了吧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 喜欢不等于擅长哦 比如我喜欢唱歌 但不能说擅长 不过就是自娱自乐的水平罢了 所以 喜欢可以说是六十分的极格线 但如果是擅长 就代表你比一般选手优秀很多 即便不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至少在你的圈子里 是可以排得进top ten的 是可以拿出来炫一炫的技能 一般上长的东西 往往是出自喜欢 但也有擅长 却不喜欢的case 比如被爸妈逼着弹钢琴的孩子 杂技团里迫于生计 而不得不学的各种高难度动作 做得好 无它 为手熟耳 但不开心 应为心也 MBS分析用来也不复杂 按钢材那三个问题 你逐一进行回答 然后找到三者的交集 往往就是你理想的工作 你可以试试看 我来试试 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是写作 研究职务 帮助他人成长以及健康 我喜欢的事情是写作 研究职务 音乐 烹饪 还有孩子 我的强项是写作 研究职务 与孩子沟通 还有解决问题 其实我并不喜欢解决问题 但为了完成任务 我学了很多这方面的技巧 现在也算是半个专家 但他心里是希望 不要那么多麻烦的问题存在 我更喜欢在亲近的世界里 专注在我热爱的事情上 现在找出这三个人的交集 就像这样 你心里有答案了吗 Yes That's right 就是他了 职务写作是我既擅长 又喜欢的领域 但关键是 怎么让他帮我正当地赚到钱 老师放心 我是不会去写文章 教人众因素的 MPS可以帮你从宏观和威观上 找到你的方向和使命 所谓宏观就是你的使命 所谓威观 就是你将如何实实在在地 度过你每天的日子 是喜悦的 还是被迫无奈的 所以你可以从宏观和威观 这两个方面做出改变 宏观的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 例如离开目前的公司 然后投入到自己的MPS领域去 比如你的case 你可以试着找下和职务 写作相关的工作 像一些职务类的杂志社 或新媒体 或是从事职务教学 你的MPS环海显示 你既喜欢又擅长和孩子沟通 带领孩子进入职务世界 说不定可以成为你的事业哦 这不但能帮你正当地赚到钱 而且从事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业 一定会让你充满幸福感的 我这里只是举例 真实的情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到底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你需要静下心来反复思考 不断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MPS的作用是给你指出一个大方向 另外 微观的改变就没那么剧烈了 也容易得多 比如并不放弃目前的工作 只是每天花点时间 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 然后尝试将它们变现 比如不定期撰写职务专栏文章等等 从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 可以平衡下对目前工作的不满 当然和理财投资一样 风险和收益共存 选择也因人而异 没有好坏 只有合适不合适 现在你需要认真思考下自己的MPS指向的到底是什么具体工作 然后我们再往下谈 老师我想清楚了保险起见 我先做微观改变 先成为一名植物专栏写手 然后一年后 我想做宏观上的改变 开发一套儿童植物课程 成为孩子们的植物导师 并成立自己的儿童培训事业 立业成长营 那你打算怎么实现呢 怎么实现 船到桥头自然直 只管做就是了 话是没错 但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心中不是没有愿望 但往往只是想想而已 或者三分钟乐度 没做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 再美丽的愿望 要是不放到每个具体的时间去做 那永远只能是个美丽的愿望而已 所以我们得把你这个愿望呢 放进时间轴去 我称之为人生年表 创意来自熊谷镇寿的 济世本圆梦计划 感兴趣的话 可以课后找来看看 人生年表其实就是长期目标 从一年到三十年都可以 然后把你的使命量化下去 拆解成时间轴上的阶段目标 比如你的目标是想 先成为植物专栏的写手 然后开发一套儿童植物课程 这些目标都不够具体 现在你得把它们拆解到时间轴上去 并且每个目标都要有具体的数字 你先试试看 老师 我的人生年表填好了 你看下 我想在二十五岁 先完成六篇文章 并且创建自己的自媒体 然后二十六岁时 继续完成二十四篇文章 并且开发出一套儿童植物课程 接着二十七岁时 完成八场讲座 以及同步的视频课程开发 最后在二十八岁时将这些内容 集结成书 并成立一个绿野成长营 OK 不愧是才女 思路很清晰 有了这张人生年表 就好比你有了张人生地图 不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迷路了 而且心里很踏实 不过这还不够 我们还得接着往下量化 把年度目标再拆解成阅度目标 这是你的着眼点 就是一年的十二个月 看你的年目标 如何放到十二个月里去完成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这愿望还只是去空话 OK 我试着列列看 老师 你看一下我列的 我二十五岁不是想先完成六篇文章吗 现在还剩三个月 所以每个月要写两篇 虽然只能用业余时间写 但不算太难 应该可以办到 然后还有一项任务是创建自媒体 这块还完全不懂 所以我打算花一个月的时间系统学习一下 然后十一月就开始测试运行 十二月优化完毕后 开始正式运行 这块我还是外行 先这么列着 到时再按需调整 其他二十六岁和二十七岁等等 都是类似 就是把它们都大概预估个时间 然后都放到时间轴上去 对头就是这么做的 这里额外停下 计划真实的作用就是调整用的 边预估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如果你列的计划一版都没改过 可以说那只是你一时激动而已 你没有真的撸起袖子干起来 只要你真干了 计划改个三版四版 甚至十几版都不算稀奇 既然如此 那干嘛这么费时 练什么计划 你这丫头 怎么这个节骨眼上放糊涂了 计划是你调整的底稿啊 事情再怎么变化 你都得根据这个底稿随机应变 如果没有底稿 你就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被动地做些别人要你做的事情 而不是心无旁骛地 主动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你看但凡有点规模的企业 哪个不做计划的 而且越好的企业 计划做得越细致 还有各种趋势预测 直接引领市场潮流 你再想想看 谁不做计划 大概是小商小贩吧 开脑门做决定就好了 但这样限制也很大 你明白就好了 虽然现在已经列到月计划了 但还是不够 那都只是未来 未来就是没有来 就是虚幻 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 所以你还得把月计划 再拆解到每天的每时每刻去 特别是当你想用业余的时间 去实现愿望时 你要是不为这些愿望 专门划出时间来 一句话 再美的愿望都是百大 都是空话 这个细节虽小 但却很关键 也是绝大多数人 败下正来的原因 等时间再做 绝对是最最骗人的谎言 接下来 你就分配下自己的24小时 看这24小时 要分配给哪些事情 你的愿望 要放到什么时间去做 这个步骤非常残酷和纠结 可能你列下来 会发现自己能用的时间少得可怜 这张表我称之为日时分配表 列的时候呢 注意结合前一集的时间投资法的分类方法去列 老师 我列好了 真的就像您说的 这24小时的分配 我纠结了好久啊 太多的事情要花时间了 如果真想给自己的愿望留点时间 那这24小时只能精打细算的用 像我为了每天能腾出两小时的写作和一小时的运营时间 想方设法去挤时间 自然就会早起 自然在晚上就不会过度娱乐 确实是像您说的 只要把愿望落实到每天去 时间就会被自动吸过来 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给自己做人生规划是治本的方法了 你这么一步一步量化下来 就会发现愿望很丰满 但要实现起来 能给你用的时间却骨感的不行 一旦知道这个 你自然就会用上各种各样的时间管理技巧来不断拓展它 哦对了 忘了说下 日时分配表中还有1到31列 是方便大家跟踪自己的时间效果的 你放心 当你初步填完这张表后 一定也是要修改个好几轮的 最开始填的日时安排 不过是现在的你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而未来的你 办不办得到还是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设计的1到31列 就是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给大家跟踪修改用的 修改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是修改你的初步计划 实际操作不了的就要修改 可能有的地方要增加时间 有的地方要减少 另一方面呢是修改你的日常行为 该收心的地方就得收心 该麻溜的地方就麻溜起来 甚至如果你觉得往返两小时的交通太浪费了 都可以考虑搬家 OK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你试用这套方法后的效果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没问题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段时间我不停的优化NBA老师这套人生规划表的内容 从NBA老师目标开始到人生年表到月度目标表最后到日时分配表不断修改不断实践 一个月过去了 现在基本上我的日常生活能按自己的规划方式进行 也就是说我过上了我向往的生活 这一天24小时里有我的睡眠 有我的健康 有我的爱好 当然还有我不得不做的工作 但和以前不同的是 现在的24小时 我过得很充实 也很安宁 这是微观的改变 我已经有我的NPS目标 明年我打算开始做宏观的改变 把一天中不得不做的那七小时的工作时间 都变成投资时间 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我的儿童职务事业中 相信我人生年表中的一个个目标都会慢慢实现 只要每时每刻踏踏实实的完成自己对未来的承诺 我梦想终将造进现实 露露小姐的case是我一个朋友的真实案例 现在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儿童职务成长营了 就像马斯洛所说的 她拥有人类最美丽的命运 最美妙的运气 日常生活就是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同时获得报酬 其实金钱 时间和幸福 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都是生活的必须品 我们要做的是 先找到自己的实力 然后为了这个实力 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实力 全情投入 落实在每时每刻里 当你的时间都充满价值时 你还需要担心结果吗 时间管理的本质是自我管理 最终的目标是让生命获得时间上的自由 以及安宁和幸福 但仅仅靠课程本身 是无法让你的生活发生任何实时性的变化的 如果想让这层课程帮到你 你先要把它看成是个开始 然后通过课程中的观念和练习 落实到自己的日常行动中 改变才会真的发生 我不认为像改变生活这么巨大的工程 会有什么捷径可责 唯有一腐一早 不断地修正 才有可能实现 自我改变的过程可能会疼 会不舒服 在你终将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琥珀就是时间 时间就是琥珀 到此 我们这12堂时间管理的课就全部结束了 感恩有你一路以来的陪伴 希望你我在自我成长的路上 继续结伴同行